中共驻澳洲大使首次演讲哀哄 戴琪咬住关税不松口 党媒急了 环球时报造谣比利时大游行 被抓现行 白宫警醒了 会有更多内阁到访太平洋岛国 珍宝海鲜坊没有沉默 被质疑政治居心 观众朋友好 欢迎收看希望之声TV环球看点 今天是6月24号星期五 我们来关注下面一组消息 中共驻澳洲大使肖谦24号在悉尼科技大学澳中关系研究所发表专题演说 不料场面尴尬 遭到人权团体和抗议民众砸场子 他的大外宣演讲被抗议者多次打断 被怒疯是独裁政权的代表 澳洲广播公司ABC报道 肖谦今年1月26号到任 这也是她首次针对澳中关系发表公开演说 但是在她演讲过程中 不断受到抗议人士表达不满 现场一名社会活动人士巴夫鲁首举着西藏自由 东突厥斯坦自由 香港自由的标语牌在现场示威 大声疾呼 澳大利亚不应该为中共的种族灭绝罪行提供平台 这是悉尼科技大学的耻辱等等 期间她还受到了中国老粉红的攻击 但却得到网民的喝彩 认为她说得很棒 凭什么让独裁者进入自由世界的大学 宣传他们专制的价值观 给他们的谎言提供平台 凭什么允许邪恶强暴在场的所有人的智商 而肖谦演说后 也面对在场参与人士的尖锐提问 其中不罚权威专家 悉尼科技大学澳中关系研究所所长劳伦斯就提出 澳中关系降至冰点的重要原因之一 是因为澳洲方面要求对疫情源头展开独立调查 而北京对此的回应 很多澳洲人都认为不合理 他质问 为什么这会激怒中共 还有人要求肖谦公布中共关押的两名华裔澳洲籍公民 作家杨恒均和原中国环球电视网主播程磊的情况 以及提出维吾尔人遭大规模关押 澳洲政府禁止华为参与5G和中使馆罗列14点 对澳洲政府的不满等中共忌讳的话题 肖谦整个过程尴尬应对 选择性的避重就轻含糊其词 说中澳关系处于困难的局面 政治领域的糟糕情况已经影响到双方 在其他领域的关系 包括经济和贸易云云 当地维族 藏族和香港人组成的 民主联盟党负责人巴夫鲁指出 我们在提醒人们 中共政权的另外一面 听取肖谦关于人权问题的演讲是没有结果的 因为今天的现场没有能力进行一场真正的对话 目前美国白宫对于是否撤销部分 对中关税出现了意见分歧 拜登政府以抑制通货膨胀之名 有意放宽对华关税 不过美国贸易代表戴琪却持不同的意见 认为取消关税 对控制短期通膨的效果可能是有限的 她表示 关税是一个重要的筹码 而贸易谈判代表永远不会放弃筹码 戴琪6月22日出席公听会时强调 对中关税是重要的筹码 可提高美国经济中长期竞争力 而对于缓解当前美国面临的高通货膨胀效果却有限 拜登政府曾表示 中共在竞争中采取了不公平手段 施加重税是为惩罚对方 保护自己的工商业 并延续了前总统川普对中共进口产品 课征25%的高额关税 但现在拜登政府要改变政策 旅美专家戴维君黄指出 现在拜登之下的美国高通胀 已经严重的威胁到拜登与民主党的支持率了 所以他们急于采取手段尽量降低通胀 台湾经济学者吴嘉隆却认为 美国现在的通膨居高不下 并不是因为关税 关税从2018年7月就开始了 到疫情爆发的2020年也没有通货膨胀 吴嘉隆指出 美国降关税会产生严重的政治问题 就是说中共没有做出任何的让步 美国自己就把关税降低或取消 这是在变相的鼓励中共 不用履行对美国的贸易承诺 拜登这样做会有一个效果 就是向选民暗示 今天的通膨是来自于川普当初的加关税 但是这个是没有用的 因为通膨的真正动力并不是来自于关税 经济学家戴维君黄也提醒 如果美国撤回对中关税 以后在中美贸易方面的话语权就非常之弱 对于戴琪的坚持 中共也急了 其喉舌《环球时报》撰文抱怨 作为美国贸易代表 戴琪在对华关税问题上的强硬立场 一直没有改变过 且与其前任川普时期的贸易代表 莱特希泽一脉相承 而戴琪坚持认为 通货膨胀压力最终会回落 但是美国仍将面临来自中共国家 主导的经济政策的长期战略挑战 华盛顿应该把关税问题 置于美国对中共整体战略的高度 予以考虑 中共喉舌的造谣再次被逮住 中共官媒《环球时报》英文账号 6月23日发推文介绍说 20日比利时有数万名抗议者 在布鲁塞尔游行 高呼阻止北约 对生活成本的上升表示愤怒 并谴责北约国家军援乌克兰 但《环球时报》迅速遭到了炮轰 被谴责其造谣宣传可耻 据法广报道 比利时欧洲议员 塞米尔·科格拉蒂谴责说 这次中共专制政权 对布鲁塞尔20号的示威活动 进行了多么可耻的宣传和造谣 不是 这次示威不是反对北约 而是反对高昂的生活费用 法国战略研究基金会 中国问题研究专家邦达茨也谴责 中共官媒发表虚假的信息 将布鲁塞尔要求提高工资 说成是抗议北约与欧盟国家 向乌克兰运送武器 而比利时工会的公告中 根本没有提到北约 作为证据 它并提供了工会公告的链接 法广报道说 在一个可以自由表达意见的国度 任何人群中都有不同的意见者 不能排除参加油行的人中 也有人反对北约 反对向乌克兰运输武器 但并不是此次活动的目的 还有网民上传了中国广东 应得发生特大水灾的视频 网民认为 中共喉舌热衷于给国外事件 做虚假报道和造谣 却不见得敢把国内的灾祸公之于众 中共向印太地区扩张的行动 已经令美国越加警惕 白宫印太地区协调员坎贝尔6月23日透露 美国将有更多的高级官员 包括内阁官员访问太平洋岛国 目前中共正在频繁加强在该地区的影响力 太平洋地区对中美都具有战略意义 坎贝尔说 美国需要在整个太平洋岛国建立更多的外交管理 并进行更多的接触 他表示过去美国对该地区不太关注 他周四出席华盛顿智库战略 与国际研究中心的活动时透露 政府准备在印度太平洋地区 投入更多的资源 因为北京正在寻求与太平洋岛国 加强经济 军事和警务联系 这些国家都渴望外国投资 今年 北京与所罗门群岛签订保密安全结议 已经引发了澳大利亚 新西兰和美国的安全担忧 坎贝尔说 在如何看待整个太平洋地区方面 主权是核心 任何损害或质疑主权的举措 我们都会关注 虽然他没有点名 但外界普遍认为主要是指中共 华盛顿已经表示 将加快在所罗门群岛开设大使馆 这是今年早期时候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访问斐济时宣布的 这也是40年来美国最高外交官首次访问斐济 坎贝尔说 斐济将成为美国的一个对外交往的极限器 有半个世纪历史见证香港黄金年代的珍宝海鲜坊沉没于大海 令人唏嘘 有人认为是香港命运的缩影代表一个时代的终结 但目前又传出消息 香港海事处23号称 船东提交了书面报告确认 海鲜坊仍在西沙群岛一带水域海面 不过已经翻船 即船身已经上下翻转 同时有学者认为 现实的海鲜坊结局 被怀疑是香港政府管制的价值观 及是否有意借他人之手毁灭这艘具有价值的 世界上最大的海上海鲜坊 珍宝海鲜坊自1970年代开业以来 成为游客热门景点 曾接待英国女王 美国总统卡特 好莱坞影帝汤姆克罗斯等名人 他又见证了香港电影 在国际扬威的鼎盛时代 李小龙主演的《龙争虎斗》 《无见到二》 与周星驰主演的《时辰》等 都曾经在这里取景 经过一时的风波 事件引来多间西方媒体报道 多与香港近年的繁荣走下坡路相提并论 如果香港仍有自由的传媒 民选议员 公民社会组织 海鲜坊的命运或许会不同 香港晋汇大学前助理教授黄威国认为 珍宝海鲜坊不是普通的烂船 具有殖民时代电影流行文化的文化历史意涵 政府应该作为中间人寻找适合的模式经营 而不是抛给海洋公园自生自灭 珍宝海鲜坊所属的香港仔影视集团 即使面对传媒 在海鲜坊沉默后的查询 都一直没有公布去前往的目的地 直到21号晚间 继集团声称海鲜坊沉默后两天 还是处方首度证实 珍宝海鲜坊原定的目的地是柬埔寨 海鲜坊行踪神秘 加上集团单方面种种解释 引来市民认为事件可疑 即阴谋论推测 指弄沉海鲜坊事件是一早安排好的 包括公海砌船零成本 船主想沉了更好 不用又付维修费 博位费 十四排费 形容事件是骗保险 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 今天关于中共驻澳大利亚的大使 在悉尼科技大学演讲 有人直接站出来抗议 说不应该为独裁政权提供这样一个 传播谎言的平台 我觉得真是太棒了 国外的人不应该再纵容中共的油嘴滑舌了 而中共在比利时跟着瞎搅合的新闻 网友回怼说 中共喉舌热衷于给国外的事件 做虚假报道和造谣 却不见得敢把国内的灾祸公之于众 说的真是太到位了 最近几年中国大陆开始禁止民众放鞭炮 说是为了减少空气污染 今天我看到了一个视频才反映过来 可能是中共害怕老百姓把鞭炮做成武器 还有最近看到网上流传 中国市场上的菜刀都打上了鞭码 用钢丝绑在桌子上了 今天又看到河北三河燕郊的天然气管道爆炸 一条街都掀翻了 网友说 这次爆炸距离中南海的直线距离是42公里 我就又产生了一个恶意的猜想哈 是不是过几天中共党国就会想办法 把天然气也给禁止了呢 可叹王朝末世 民心尽失 草木皆兵 即便现在是中国大陆大江大河在泛滥 中共都没有时间去作戏救灾 专心在堵各种老百姓发生的嘴巴 但是中国人还有一个绝招 叫做道路以目 也会把邪恶的统治者推翻 关于今天的话题 您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在留言区说一说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